奥运前的最后训练 王清凌 李洋在国训中心 就展现绝佳默契 两人搭档的训练时间不算太长 一路走来却展现互补性 因为他们早在国中就认识彼此 来听他们出赛前 如何谈两人的搭档分工 不管是当同学或者是一起比赛 或者是当对手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了解彼此 所以其实在场上的时候 我们也是比较 也是都知道自己彼此在干嘛 所以其实也不用说太 就是有问题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当下就马上去沟通 他当然是精神支柱的角色比较多 然后他在承受的方面也是当然是他 因为我就比较 你看我剪这个头就比较屁孩一点嘛 他有时候就是很容易情绪上来 上来之后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让他 Countdown 让他 我会跟他讲说 Relax relax It's ok everything ok 然后就开始乱喊 反正开始瞎喊 然后让他不要去想太多 然后可能这颗再失误的话 我就跟他讲 那我们慢一点 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失误就失误吧 反正我也会失误 有本事就两个人一起失误42颗 虽然从国中至今 两个人际遇不太相同 但对彼此都很了解 场上由王麒麟负责进攻 李扬则是扮演镇定计的作用 让王麒麟安心能够友好的表现 也因为疫情 奥运延后一年 让他们多了更多时间 为打档参赛做准备 这一次也成功拿下金牌的好成绩